投城镇旧工所建筑因为耐震度不佳 经过评估之后将在7月份进行拆除 镇长蔡文艺特别前往视察 针对现有的10棵老树将进行移植 另外公车的乘车处也将变动 同时也呼吁乡亲工程进行时 不要靠近工区以免发生危险 投城旧工所内部几乎全部清空 而工作人员在建筑物拆除前 先进行断电工作 镇长蔡文艺除了到场视察 也向乡亲报告这次工程内容 其中工车站台特别贴上告示 提醒乘客可到农会前临时帐篷处来后车 镇长报告今天的工程主要是进行断电的作业 那我们同时也将我们的后车亭 临时的一个后车亭的位置移到 前方就大概20公尺的位置 我们搭了两个阿里山站 同时我们也放了大概十几张的红椅子 让乘客可以就是在等候公车的时候 可以坐下来休息这样子 我们这些头城镇公所的旧公所 可以说是在民国五十六年就来新建 当然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有来政减 所以说现在可以说时间很久了 对着建局部的耐震的稀疏可能有较危险 所以说公所现在就要把他进行拆除的一个作业 我们现在基地可以说都被困住了 我们希望说在七月份的时候要来拆除 拆除后这个工期总共有九十天 所以说九十天后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的风貌 我们也希望说在拆除的期间 我们希望就我们住宅的这些乡亲可以注意到喊传 我相信工地本身也要做好防护的这个措施 另外建筑物后方还有大科 蓝阳山跟其他老树 这方面也将经过专业评估来进行移植工作 我们这个公所后边 整公所后边这个桥子 可以说连带久远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 这些地方可以变成新的环境 继续这样顺利的一个生存下来 旧工所拆除工程需要九十个工作天来完成 届时整平后将作为停车空间使用 宜蘭新闻记者张立林采访报导